完整要应用的 那你的组成要这个样子 这里做一下说明 你是确定 因为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是 这个头的模型跟身体是分离的 然后这个头本身是带着 我们原本的这个泵 就是带着原本的那个泵 跟这个是一个animation的物件 然后接到bypad的身上 跟着bypad的移动 所以这是一个做法 但是如果你想要全部一体成型做下去 全部一体成型做下去的话 那你一开始就要先把bypad也放上去 一开始bypad就要放上去 然后这里面skin抓的时候呢 就是抓bypad的全部了 只是他其他东西都不理会 只吃 这一个 这个bypad的头就要替代 我们原本的这一个 head的骨架 所以我也取名叫bypad的head 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这个头的那根骨架 下巴呢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bypad的extra 加一个extra bone 这一根 下巴可以用这一个来做 下巴用这一个来做 就是追加一个 bypad的骨架放在 这个就是下巴 那其他的东西 还是bone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全部变成bypad的 就是做一大堆很小的 bypad的小骨架放在这里 但是那样子的缺点是因为 bypad的骨架本身不会记录这个 它没有记录那个 它记录的是那个 搭那个旋转值 所以你要把它像我这一边的骨架 我需要它这个动作嘛 所以脸上面的还是可以用这个做 好 那也许有些同学可能会想到 其实还有一种做法 我这一次没有用 因为我们做的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还有另一种做法 就是它的眼皮要这样做 是这样做的 还有另一种做法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 然后那个杂眼是这样控制 杂眼是这样控制的 还有另一种做法是这样子 杂眼这样控制 然后嘴巴也是这样子架 就是都是架那个骨架由内向外伸出来的骨架 也有人做这种架法 也有人做这种架法 但是反正我们要的结果都一样 因为反正你绑定的时候 那个骨架方向是什么没有关系 因为我架这个样子 其实link到这来 它也是这个方向 也是这个方向 好 所以 这根我把它杀掉 这根干扰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打算一体成型 那你的bypad就要放进来 下巴用bypad的extra bone 脸上还是用bone没关系 那全部link到bypad的头上去绑头 如果是全身要一体成型 因为如果你要一体成型的话 我们会需要这个操作 接下来是这个操作 skin之后 edit poly skin之后edit poly attach身体 然后 做焊点 就是把脖子焊回去 把脖子焊回去 好 那 表情呢 这边继续操作 对呀 那边继续做你的操作 因为这是骨架 skin还在它的作用范围里 好 还是一样 照样操作 这个没有影响 好 那 有没有 这还是一样 如果你是用bypad的头 就是转bypad的头了 好 好 然后这样attach回去呢 焊点这里才不会有接缝 就不会有接缝 而且一体成型 这样就一体成型 那到时候 那个bypad的身体的skin 就身体 其实这个身体 还要再来一次 就上面还要再挂一次skin 绑身体 好 其实这样还蛮辛苦的 就是了 所以一般来说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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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do on-do ok on-do 一般来说呢 会有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 头归头 身体吃 那个bypad 然后头呢 这个 这个头是单独一个animation物件 只是link在bypad身上 跟它一起动 那中间的接缝怎么办 好 这个接缝怎么办 如果你的那个角色 手举起来的时候 这里的点不会动到的时候 有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用 以前应该有讲过 edit normal 好 利用edit normal 对 这里跟这里 的交界的点 这个 这两根 去做 把它们做那个 select 它们的 就是把它们 强制把它们变成同方向 average 平均嘛 把这个做平均 那这两根 这里是原本分开的 分开的模型 它的 法向线 就会 这一边的模型 吃这个面 这个模型 吃这个面 可是这两个面不平行 所以就会分开 然后在这里做一次 那校正过了 就会变成 把这个关掉 OK 好 那你看到 我校正过了 这边有没有 接缝不见了 校正过的区域 接缝不见 没校正的 有缝 好 那 所以如果你是 纸娃娃结构之类的东西 那 权重就要吃一样 的话 就可以做到 这样 不过这个是 我觉得可能同学目前的 专题可能都 暂时不会碰到这一块吧 我也比较建议 如果你真的要做表情 把头塞在衣服里 好 那先不要考虑这个 无接缝全身的这种结构 结果 即使如果你要做这种 你就做装甲 那 会比较单纯好做 OK 谢谢 谢谢